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和即将上市的WU7 进行高阶互联 但我知道 以上这些都不是大家真正关心的点 各位能点看这期视频 一定想了解搭转介OE的第一款终端手机 小米15S Pro的体验它到底如何 是罗子是码 拉出来溜溜 先来看看转介OE的纸面参数 第二代三大米制程工艺 四重级十核架构 双X925超大核 官方宣称主频能够达到3.9GHz 四个3.4GHz A725 两个1.9GHz A725 搭配两个1.8GHz A520 能效核心 GPU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6核 超190亿晶气光 我可以这么说 就仅从纸面参数上来看 全界OE从制程和表现 应该都是超出很多人预期的 小米这次确实是憋了一个大的 就是为了一下子拿出一款足够牛逼的处理器 一雪上一款处理器所带来的尴尬 但众所周知 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刨分差的处理器 哪怕是骁龙888也是如此 搭载全界OE的小米15S Pro 实际用起来如何 小米双四重级能效核心 能否发挥其实际作用 这个是我更关心的点 先来看日常体验 我刚拿到这款产品的时候 认真玩了玩 初步上手以后的感觉就是 没感觉 这个评价我不知道各位会怎么理解 因为对一款新处理器来说 上手以后没有感觉到和老机型有什么区别 这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现象 这代表着小米在优化方面 应该是没有踩什么大坑 不过我其实对于小米有着更高的期待 因为在拿到产品以后 我也发现了澎湃OS 在一些小点上 它依旧需要优化 我就很好奇的问了问小米的朋友 小米自然芯片加澎湃OS 有没有可能从根源上解决小米存在的软件问题 可惜的是我并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回答 不过我由衷的感觉这是一个机会 如果小米在下一代澎湃OS上能够延续从1到2的上升趋势 那我认为对于整个小米手机业务的口碑都会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主观上手完了 我们针对日常应用做了一些测试 我们先来跑下分 Kickbench 6中15s Pro的CPU单核跑出了2986分 多核跑出了9172分 都超过了搭载骁龙8至尊版的小米15 Pro 按粗度测试中15s Pro跑出了251万分 作为参考 相同条件下小米15 Pro跑出了258万分 然后是应用打开速度的测试 对比小米15 Pro同时点击同一款App 大部分应用的开启响应速度 15s Pro要明显比小米15 Pro更快一些 部分App的响应速度基本一致 常用应用两人打开测试 连续启动关闭十款主流App 过程中也没有出现卡动较真 动画动效也很丝滑流畅 然后是中低负载下的能耗测试 在线播放两个小时的4K视频 15s Pro半小时耗电2% 15 Pro耗电1% 播放一小时 15s Pro耗电5% 15 Pro耗电4% 最终两个小时 15s Pro耗电11% 15 Pro耗电9% 所以从中低负载下的表现能够看出 15s Pro日常体验确实不错 也符合我主观体验下来的感受 这部分结束 我们接下来上点强度 先来看三款游戏的对比 小米15s Pro原神 虚拟称跑图40分钟 平均帧率59.8帧 平均功耗3.8瓦 耗电7% 正面屏幕最高温度32.8度 中框最高温度32.8度 背部最高温度35.5度 15 Pro的数据给大家放在这对比一下 和平精英进行40分钟 两具游戏 平均帧率80.6帧 平均功耗3.5瓦 正面屏幕最高温度36.3度 中框最高温度35.7度 背面最高温度36.5度 同样小米15 Pro的数据 也给大家放在这 崩帖 这个温度确实有点高 15 Pro的数据 也给大家放在这对比一下 能够看出 小米15 S Pro的游戏帧率表现 确实不错 那征服主流的高强度 手游也没什么压力 不过确实能感觉到 15 S Pro玩游戏时的功耗 往往略高于15 Pro 温度往往也会更高一些 不过温度更高 我们猜测有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小米15 S Pro的 散热效率更高 因为我们又做了一个测试 在室温26度下 小米15 S Pro和小米15 Pro 同时录制4K 60帧的视频 我们测试了两次 小米15 Pro在录制一段时间后 会自动停止录制 第一次是在15分钟左右 第二次是在25分20秒左右 而小米15 S Pro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可以完整的录制完一个小时 耗电方面 小米15 Pro在25分20秒停止录制时 耗电7% 小米15 S Pro 录制半小时耗电7% 录制一小时耗电17% 我猜测这个结果 不仅仅是玄界的功劳 应该也是得益于散热的增强 小米15 S Pro 看来在这种极端使用场景下 提升体验很大 并且得益于玄界OE上的ISP 小米这次做到了全焦段的4K一顶视频 在拍摄4K 30帧的视频时 15 S Pro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纯净度 从目前的所有测试 以及我日常的体验来看 我认为可以这样形容一下 玄界OE在15 S Pro上的表现 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对比的数码爱好者 你买了小米15 S Pro 甚至不太容易感受到 它用了小米自己的芯片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因为小米15 S Pro用的已经是行业顶级的高通处理器了 能做到换新以后没有明显感知 甚至对比起来 一些方面还有体验提升 这对于小米来说 已然是一个巨大的肯定 这也要比小米第一次造新时的表现好太多了 所以对于玄界OE来说 我认为视频到这儿 咱们可以给小米点一个大大的赞 视频的最后我再来聊聊对小米造新这件事的一些看法 这件事对小米的机遇和挑战都有哪些 小米这次主要设计的是芯片设计 我看到有不少人在说 小米就是买了个公版架构拿回来调一调 算什么字眼 我能理解过去的小米 它确实是给今天的小米 在舆论上造成了一些压力 但盲目否定芯片设计能力的意义 那显然也是非常愚蠢的 芯片设计需要从需求定义 指令级制定到模块化 以及计算机语言建模验证功能等等步骤 并且在智能手机上 还需要考虑智能电源管理 动态电压调节等技术来优化能耗 过程中任何微小的错误都可能导致流片失败 需要耗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 小米芯片团队的人员数量 已经达到了2500到3000人 很显然 在制造芯片这件事上 小米集团是认真的 所以我认为 无论你是米粉还是米黑 这件事压根就不重要 如果你是真的希望中国科技行业 能够更加强大 那我认为你是要在乎的 是一个品牌是否在做正确的事 而自研芯片 深耕芯片设计 在我看来绝对是正确的事 不仅是小米 包括那些正在自研车机芯片的厂商 都是很难得的 华为也是从芯片设计 用工版 模改工版 这一步步走过来的 不过当年的华为 那确实需要更大的勇气 现在的华为 也的确在解决更难的芯片制造问题 能看到 中国科技圈有越来越多的公司 在解决和功课不同程度的难题 这件事本身就证明着 我们在持续进步 OK 对于小米造型这件事 我的观点明确完了 接下来聊聊产品上 小米接下来有可能遇到的困难 我认为只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产品节奏 有一说一 全界OE的表现应该是超过大部分预期的 这是小米重返芯片领域的一个好头 不过也要明确 这款芯片是小米集团折服了很多年以后拿出的一款产品 我说的直白点 小米憋个大的 回来这波一定得硬 可但是 接下来玄界O2 O3 O4 能不能规律且稳定的更新 这对于小米的挑战其实更大 尤其是芯片的竞争力曲线能否一直保持向上的姿态 稳定提升 就上升曲线这个事儿 对于小米来说一直是挑战 考验极大 第二点就是玄界产品线在整个小米产品线里的出货量占比 到底是多少 这次搭载玄界O1的终端产品 一个是15S Pro 这是一个中期改款的产品 另一个是小米平板的Ultra 我个人感觉都不太是出货量会非常高的产品 接下来小米怎么安排玄界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归根结底玄界本身是要盈利的 只要这件事小米想坚持做下去 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商业逻辑在背后支撑 在这个过程中 小米的玄界会不会和高通 或者其他友商的芯片 有冲突 有冲突了 小米应该怎么处理 这点非常值得关注 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 我相信能够看到现在的朋友 应该也属于比较理性的数码爱好者 走上自研芯片这条路 得有玉渡黄河 冰色川 江灯太行 雪满山的心理准备 还得有千摩万机 海坚进 任尔东南西北风的定力 这是一条并数前头 也不一定会有万木春的艰难之路 但如果小米真能坚持下去 真做成了 我相信所有人一定都会高看小米一眼 祝小米好运 希望三四年后再回来看这期视频 我前面的几个顾虑小米都能解决 那时候的评论或者弹幕 也许也能少了几分争吵 OK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留言就这么多了 各位觉得小米玄界OE的表现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呢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发 我是J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福好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